高王安涉贪被判刑之后 怎么影响他从政背后 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一个柯文哲 一个郭台铭 也将自己出包 我们今天先来看看 他的前老板郭董 郭台铭选完之后 转趋低调很久了 如今再度登上版面 居然是因为1.8亿的茶叶 买个茶被坑了 上了新闻头条 好 君丹哥 包心的观众朋友 郭董还是没有出现 郭董从他不选到现在 都没有出现 偶尔看到他的太太 在IG上面PO生活照 但是并不会有郭董 那我们来讲 郭董现在在干嘛呢 郭董这两天应该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鸿海发现金鼓励 那郭台铭他手上 有多少的鸿海股票 174万张 所以一瞬间 他就可以入贷 新台币94亿元的股票 那当然你要把它分出去 所以我一下子赚那么多亿 应该很开心 不知道 因为没有看到他本人 他开心不开心不知道 可是很多事情 他还没有结束 就是他要去选总统 当时的那些联署 帮他联署的人 每一个都出了大状况 那当时他去各地的时候 有屏东的议会的议长 周点论 有南投的议长 何胜峰 对不对 这些议长大家都收听 你如果听我 我就听你 你是我的兄弟 你还能唱歌 对吧 所以当时南投的议长 何胜峰 有没有听郭台铭 有没有 老婆的外面出来 有没有 手牵手 手牵手 实质仅扣 既然听我 我也听你 南投需要什么 南投就是政地 所以南投有很多的茶叶 那现在才知道 周刊一写说 原来郭台铭 你这么听我 我也帮你解决一些地方的问题 南投的茶叶 需要卖 所以我就来帮忙卖 茶叶外销 卖去大陆 所以他就答应了 可是后来呢 俊阳哥 后来他并没有真的选 因为他的联署 后来联署完以后 他没有去登记 所以这事情过了以后 他答应的事情 怎么要做到 算是没算 说要帮忙卖 就要帮忙卖 所以他就去找 那他一开始找的 其实并不是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所谓 建营国际公司 他一开始找的是一个 真正在台湾一讲 你就知道的 那个国际的茶行 大家都会跑去那边买 都去喝那个茶的 可是那家后来没谈成 所以后来就有建营国际 那你建营国际 你国台铭办公室 请注意 这不是红海 是郭台铭办公室 答应何胜丰议长 要卖南投的茶叶 所以郭台铭办公室 就找了里面的 这一些郭台铭的幕僚 左右手们 去帮忙 要卖南投茶叶 那第一步呢 就是找了建营国际 去签两年的合约 要把南投的茶 给收来以后 卖去中国大陆 或甚至有机会的话 卖到全世界都可以 总是把南投的 这个台北 买去全世界 买去外面 来贪大钱 南投人就欢迎 这是好事啊 对 但是没有想到 那时候郭台铭 他把他身边的德里座 全部都派出来了 包含谁 包含他的选战顾问 高山俊明 还有前红准的 董事长林栋梁 然后呢 中部联署的执行长 洪千云 农一郎嘛 对吧 附加生计 那时候一起去做 口水机 对 东西郭台铭的左右手 是 他们通通 廖本阳 都来帮忙 把南投的茶叶卖出去 就像讲到这里 看起来都是好事啊 而且台湾 对吧 而且其实为什么他南投 他是南投的女婿啊 对 对啊 曾经营他去南投的人 对啊 所以我南投女婿 卖南投茶叶 就怎么了吗 所以刚刚是很好的事情 但没想到 后来出现问题了 因为这个建营国际 他跟郭台铭办公室 签约以后 他是要卖什么 我刚讲了 南投的茶叶 对不对 没有错 结果他那个量 超过原本签合约的 这个数量的预期 然后呢 还发现很多 根本就不是南投的茶叶啊 我是要买南投 地比 我要帮南投的茶农 他去收了很多 不是南投的茶叶 然后呢 就要去卖了以后 那郭伴就不同意啊 所以呢 中间 违反合约 超收六千万的 非南投的茶叶 两个点 第一个 我不需要那么多啊 我要帮南投卖茶叶没有错 可是我们有合约嘛 对 你怎么收了那么多 你收的超过量六千万 而且来源还不是南投茶叶 所以呢 就跟这个建营国际出现了 彼此之间的 这个合约上面的纠纷了 但是 那个茶叶已经到大陆去了啊 对 所以呢 就在深圳法院呢 申请要扣住 还放在倡库里面的 十七万金的茶叶 哇 那个封条都还在 你看到没有 对 深圳的 当时是龙华嘛 那就直接把他给扣住了 对 可是扣住以后呢 这个事情没说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被扣住 你扣我的茶叶 对 我拨到后面出力啊 那我们这钱就进不来啦 建营反告这个郭伴 所以呢 建营跑去呢 去这个中国大陆 去跟他讲说 我们被限制人身自由 跑去公安局啊 直接去报案啊 所以呢 反而郭伴在大陆代表 也被公安给逮捕 是 所以你扣他扣 我就扣你了 那弄完弄去以后呢 郭台铭在台湾 所以他是住在信义区 他的房子里面 对不对 对 他的房子楼下就出现了 从今年一月开始 有没有 这个照片 观众朋友看一下 还茶农血汉钱 茶农血本乌龟 来 第三条件出来了 这些从哪里来的 这是真正的南投茶农吗 因为我要买南投茶叶 所以我找了建营公司 结果我跟他出了问题 或扣在这个深圳 是 但是这些茶叶是怎么来的 不是变出来的吧 茶农种的吧 那茶农种的 他交给建营的时候 我要拿到钱啊 对 那有人说 开三个月开半年了 我茶叶都已经给了 你们出纠纷 但是我前段已经给了茶叶了 我收不到钱我怎么办 茶农走投无路 求救无门 跑去郭台铭 他们在楼下 在那边每天拉白不条 看你哦 台湾首富 所以你就知道了 这个光是一个茶叶的问题 只是一个说 来 你听我 我听你 我买南投的 那个台秘 变成是大陆扣货 而且他的这个 得力助手 在那边被公安抓 还有人在他们楼下 每天戴着口罩 拉白不条 那怎么办呢 所以郭董似乎惹祸上身 这事情不好处理 那他惹祸上身 你还不止这个 这个茶叶还只是个纠纷 最重要的是 当时挺他的 这么多的 就是帮你联署的人 现在看起来 很有可能都有牢狱之灾 每一个都出事了 因为他当时帮他联署的时候 包含了 我刚刚所讲的这个 有没有 就是附加生计的这个廖本阳 廖本阳呢 他现在也被指向 有没有违反选霸法 那更明确的例子 刚刚讲的是何胜丰 郭安哥 我就讲一下周典论 周典论 周典论你知道 他的女儿一常去讲说 我们爸爸身体不好 他是直接收押以后 又延押又延押 整整被押了七个月 今年七月十二 也就是才刚刚半个月前 才放出来 可是去年 就已经不选了 我还继续被押那么久 所以他为什么 他帮他去写联署书出事 所以一个一个帮写联署都出事 这个周典论是被押了七个月 那后续还有官司 这个人叫谁 范承联 是国民党的 实际的中常委 他约出这个事情以后 现在呢 是被判四年 那你知道范承联 连他在这个 国民党中央党部 巴德路二段234号的 那个大楼地下室的停车场 都直接已经被 党中央给取消了 所以这些是要帮郭台铭的 都出了问题 那郭台铭要去帮茶叶 帮南投也出了问题 看来郭台铭最近 虽然鼓励赚了很多 是非常的多事之秋 好 雨萱 你怎么看郭董 商场 沙场的老将 选一个总统 合到他的都出事 你怎么看 因为他商场老将 但是他在政坛上 他有所求嘛 我倒不会说 他的政治智慧不够 因为是他当时有所求 因为他那时候想要 就是说我一心一意 就是想要选总统 所以各位 其实出了非常多状况 包括你说 除了我们这次讲南投的 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 何胜峰的 这种茶叶外销的事件 因为他现在零零总统 可能我们最后抱歉 他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什么 收购茶叶被骗 因为这跟联署战 一模一样翻版 他根本不是 他只是预论说 好 那我们要奖励 南投的 帮助南投的农民 所以我们来大量 收购茶叶 然后外销到中国去 就后来发现 塞进来的全部都是什么 都不是南投的茶叶 这样跟我访问一件事情 你如果知道 有一个金主爸爸 无上限 no limit 那我知道他在收茶叶 那你会不会想尽办法 剩一大堆茶叶塞给他 这是人性 插边球我都要挤上车 对 因为郭董怒弟 请问他是做生意吗 我想如果这是在生意场上 斤斤计较 他茶叶的那个纹理 都给你看得细细细细的 但是对于郭董来讲 这不是生意啊 对 这是政治啊 我需要你帮我连署 所以我才不管 这茶叶到底是怎么样 反正好像是帮助地方就好 就跟买BNT一样的意思嘛 是 前来后来解决就好了嘛 所以这时候第一个问题出现 再第二个问题 发现说用借贷模式 所以连中国那边的感觉都出问题 你怎么莫名其妙 跑出两三亿元的这种贷款 我想你会换算台币嘛 所以对他来讲 他根本就我们讲惹祸上市 那你说在屏洞的案件 不是一模一样吗 屏洞是帮他搞什么 各位你不要误误 全部都是联署 对 对不对 周家包括周梦龙 包括周典论 他们是把他弄 划拳台湾的联署战 那那个当中过程中 也是生了无数的猫腻 跟这个我们讲 所以现在郭台铭 最麻烦的是什么 他曾经一时 大家叫他是全台首富 那时候每个人看到他 都喊一声爸爸 但现在我跟你讲 连他的儿子 在哪里人都不知道 后期我们看到了 郭董 他成前多久了 整个悬后到现在 居然因为这个 1.8亿买茶叶被坑杀 杀场老将 谁敢暗算他 我觉得他就是 为了一个选举 我真的选到 为了一个选举 最后还没选 搞到自己不管身败名列官司一堆 然后连这个卖茶叶也被骗 他那时候就是因为 为了要联署 为了要拉拢国民党地方派系 所以去包了 去跟他说 你们那南投的茶叶 没办法销 我帮你们销嘛 对不对 然后议长还一路挺他到底 对不对 那问题是 结果现在发现说 不只是 他现在联署的案子 官司的一件一件 对不对 然后周典论 被压了七个月 大概 这种案子被压 史上最长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因为 因为郑文燦 如果没有郑文燦 周典论还放不出来 对不对 周典论好不容易放出来 现在被他发现说 他当初去买茶的时候 又出问题 因为他 他为了避免说 那个 好像是会选 所以他定了一个 很怪的契约 是说 那个公司是跟 鸿海借钱 借了之后呢 再拿茶叶去还债 结果后来就发现说 中间 他要求一堆什么原产地 就通通没有落实 看到有外面的茶 而且现在还有茶 茶农说 我交了茶叶 结果没有拿到钱 跑到家门口 门口去抗议 这东西也跟他个性有关系 因为他原本 第一时间的首选是天人 老牌的 那个 天人名茶 天人名茶 是老牌的卖茶的 就他们 我猜一定是为了便宜 为了 价钱还不容易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 没有做过这个经验的 刚开始的时候 一期两期没问题 结果后来就被发现说 交来的茶叶也不对 然后呢 然后茶农现在 现在在抗议 他们又找了另外一家公司 这个事情 我看他 没有那么好收删 但是他到现在为止 这件事情 为了这个 这个联署 这个选举 你包括他儿子到现在 现在都 回来的没有 应该是还没有回来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应该不敢回来 因为就说 案子一个一个报 讲一讲相关的人 下面的人已经有一堆 有一堆 有一堆 认罪的嘛 然后那你现在 如果上 如果回楼 来讲 金流都是 周首正把他处理的 处理 我觉得周首正看样子 这么久了 没有回来 应该就是不会回来 郭总最近也没有露面 对 就是为了一个选举 把自己选到这个样子 原本 人人兴献的台湾首付 现在人人喊打 还变成说 茶农跑到他家门口去抗议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这个事情 还没有收山 还没有完 就是说将来 这个事情能不能完整解决 到目前都还不知道 我觉得外行人碰政治 真的要想清楚 你说你红海或许在 那个ICT产业 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今天碰到来买茶叶的时候 你跨过来 你拿原本那套做生意的模式 然后又跟地方有关系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你以前只要靠契约 只有我 我压榨小厂的份 现在回过来被人家坑 这不知道怎么办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郡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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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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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